《淹宏》 《淹宏》 那這部份我想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阿凡達 阿凡達這個電影 事實上是 目前還是票房全世界第一 應該是這樣 那這個電影呢 好不好看 大家有看過 有嗎 大家都點頭 這個電影事實上 它用當時全球排名百大超級電腦 整整運算了兩年 那每人都是算出來的 不可能現在有真的長成這個樣子 那麼一開始呢 其實我們也到處 就是有一個藉口 我就可以到處拜會導演 像這位是韋德勝 那韋德勝導演那時候 正在拍賽克巴萊 然後也去問他這些業界 有一些經驗 那當然也跟幾個學校 我做了一些互動 那其實那時候 有看了一個藝術大學的 學生的畢業作 那我竟然看到他最後說 他是要算龍捲風的 可是他就說 因為我把學校的電腦給算掛了 所以只有算出一張圖 那老師也接受 因為學生盡力了嘛 學校的電腦也盡力了 所以學生畢業了 就是有真的看到 這樣的說是若文 上面有自己悠閒 其實你看就是這樣的一個 一路走來 也走到跟奇跡部 跟文化部要洗手合作了 OK 那這是我們過去 參與過比較重要的作品 像森林動畫那個夢見 也是張宇昌導演的創作 它是2D跟3D的結合 那麼走步是應該 大家都看過嘛對不對 電視都有播 這是我們後來就是 就是跟原本五極的一個合作 那是我的老師 我就把它找過來 那當時就是想要做一個試驗 就是說 怎麼樣讓大家理解 是說 當一個畫面機械度要提高的時候 讓它的運算量是 是成長很多 所以需要有超級量這樣的平台 去做到這樣的畫面效果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各位的左手邊 它是解析度大概是1 那右手邊是 左手邊的10倍 可是光是這樣的提升 其實整個計算的時間 就大概要提高到1000倍之多 那這裡的提升是有必要性 可以看到 尾菸那樣的效果會出來